中国恒大地产公司的主席许家印 他现在被大陆的证监会指控财务造假 而且现在终身都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还被限制高消费 许家印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 夏海军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证监会拟决定对两人采取终身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曾经是大陆地产龙头的恒大集团 今年初遭资产清算后 证监会最新宣布将对恒大集团罚款新台币183亿 另外董事长许家印个人罚款新台币2.05亿 中国证监会认为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 不仅存在虚假记载 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涉嫌欺诈发行 恒大地产财报造假有多夸张 2019年2020年分别虚增收入人民币2139亿3501亿 占当期营收的五到七成 累计虚增收入高达新台币两兆4680亿 证监会除了罚钱外 未来许家印也不得进行高消费 以及非生活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包括搭飞机 搭列车软卧 轮船不能选二等以上仓位 不得在星级以上酒店 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进行高消费 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甚至是旅游 度假 如果违反禁令将罚款 拘留或追究刑责 从销售来看 一至二月份 全国先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5% 销售额下降了29.3% 相较于大陆民间投资 由负转正 进出口数据好转 房地产前景却依旧黯淡 因为另一家大陆国企 地产巨拨万科 近期也惊传债务危机 就怕放任万科违约 金融体系将爆发更大灾难 港媒报道已有12家大陆银行 联手替万科提供大约新台币 3500亿贷款支付到期债券 这颗地雷是否引爆 还得看官方出手力道 DBB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刚从新闻当中也看到 大陆的证监会 对于中国大陆的最大地产公司 恒大集团现在也出手了 那今天的中国观察 当然我们也要谈到这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 敏珍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敏珍好 谢谢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 我们刚刚有看到说 其实证监会就公告说 恒大集团他们在2019年跟2020年的时候 报告是有虚假的记载 那么现在呢 他们的证监会也对许家印 做出相关的惩处 包含呢 先罚了恒大以人民币41.75亿 大约是新台币183亿元左右 那对于董事长许家印呢 还有他们的前总海下海军 他们都认为说 其实他们是有决策 跟组织实施财务造假的 所以都说他们是终身 尽职进入证券市场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敏珍 因为我们知道说许家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过去他也曾经是中国的富商 但也听说他很小的时候 好像也是赤贫阶级 那他这一个一生这样子走来走去 大起大落你怎么看 是 许家印他很多公开资料 就是显示他 他其实像很多有钱人一样 都有一些很传奇 很励志的发迹过程 那有一些公开讯息就是 他其实是出生于河南的农村 那么在他一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因为生病 没有钱治病 然后就离世了 所以他是由父亲 还有他奶奶 把他一手给带大的 那许家印他就曾经有分享过说 他小时候是要带着馒头 到用茅草盖的学校去读书 然后那个馒头放在包包里面 还因为潮湿的天气 那个馒头发霉了 那他是拿出来洗一洗 就继续吃 那么就是要显示他小时候的生活 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那他出生贫困 不过他的学习成绩是 还蛮亮眼的 在1978年是大陆经历了文革 十年之后 开放高考后的第二年 那许家印他当时是在人口 有一千万的州口市 名列第三的成绩 考上了的是武汉钢铁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 那在这之后他毕业以后他就进到了武汉钢铁厂去工作了十几年 到了他34岁的时候 他是因为受到邓小平南巡演讲的影响 他带着两万块的人民币是到了南方来创业 那么他到南方也就认识了一些房地产的人脉 所以他在1996年的时候就和几个朋友成立了恒大这间公司 那当时的时候许家印他发现到 其实当时大陆的政府 他们是积极的想要把几十亿的人口 从农村移到城市 所以他就发现到这一个大环境的改变 所以他是收购了大量的土地 那么来造正 那么他也就赚进了第一桶金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是恒大 他股票上市以后许家印他是进行了很多种的投资 像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提出要打造足球强国的时候 许家印他也是花了钱去买了广州最好的足球俱乐部 还花了数十亿美元 不断的去买一些外籍的球员 他同时还有什么投资 他有投资恒大女子排球 还有投资电动车 也有投资电影娱乐产业都有做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 他是以2900亿人民币超越了马云 还有马化腾 然后登上了大陆的首富宝座 那么他在风光的时候 其实有张照片 如果有结束他讯息 应该都会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在2012年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 他是佩戴了一个爱马仕金扣的腰带 就那个照片 如果大家应该会印象还蛮深刻的 那么他在2021年的时候 中共建党100周年 他还是受邀当嘉宾 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 所以其实就是他有很风光过 不过他这样子从贫苦农村的南海 到房地产大亨 他还一度都是成为是 大陆经济崛起的一个样板人物 不过大起大落 他的财富呢 就是之前也有数据调查公司算过 他的巅峰时期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度达到438亿美元 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 是骤降到了30亿美元 那最新讯息也就像刚刚说的 他现在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 不能去一些像高尔夫球长 他子女也不能读私立学校 要不然就会罚款或者是被拘留 是的确我们其实刚刚就像敏珍讲的 其实他过去也是首富嘛 然后到现在被限制高消费 现在百富榜上好像也已经查不到他的名字了 所以这个大起大落 大家也觉得不声唏嘘 好 另外我们来讲到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大家讲到金字塔应该就会先想到的是埃及吧 就是大家觉得当初那么久以前 怎么样造出这么惊人的这个要说建筑吗 类似他也堪称是世界四大七大奇迹之一 但是呢现在在大陆的贵州安隆县 也有金字塔形的山堤 就是现在画面中的这一张照片 他看起来其实就很像是金字塔 但他其实是一座山 那也以防大家关注很多网友都说 这感觉是古墓 也有人认为这才是金字塔的圆形 但也有人认为说这看起来很像是 人工堆出来的 那么地质专家其实有帮大家解释 他说这是一个叫做 卡斯特地势自然形成的一种地形 那这个是由白云岩他堆起来的 那这个白云岩呢 其实至今有大概2亿年前这么久 那他是在一个海洋的环境下面 形成是具有可融实性 那他看起来也可以看得出来有非常明显的分层 那我们想要请教敏真 这个金字塔山它是怎么形成的 是跟下雨有关系吗 那如果说大家今天想要来这里旅游 来看这个还蛮漂亮的这个金字塔 你有没有推荐大家哪几个月份比较适合 是贵州是刚好在去年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贵州 然后那时候主要是采访他们非常火红的村操 村BA就篮球足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然后可是当时就是因为比较忙一点 所以没有去特别的景点 然后也没有去看到这个金字塔 有点可惜 那我8月的 我是去的时候是8月 我是感觉当时有点热 但还可以接受 然后当地的人是跟我们讲 5月到8月贵州就容易下雨 如果比较介意下雨的话 可能就避开这个时间点去会比较好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要讨论的 这个贵州的金字塔 那就像刚刚欣益说的 我们熟悉的金字塔 它其实可能都我们 IT的金字塔 我们熟悉的可能就是 透过人工或者是一些机具 盖成的一个算建筑好了 可是贵州这个金字塔 它就是形成的原因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像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周秋文 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他说贵州这些山体 它其实是属于卡斯特的地貌 这些山的岩石 它是距今大概两亿多年前 怎么样 在海的白云岩 那么这种岩石是在海洋环境下形成的 那么当时整个贵州 就是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贵州整个区域基本上 它是都在海底的 那么白云岩 它就是会是水中溶解的矿物质 重新结晶而形成的 之后又因为气候地质等等的变化 所以它是反复的这样子形成 就会有一层一层分层的感觉 那在讲完这分层的感觉以后 再来就会问说 那为什么它会是尖尖的 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形状 那周秋文他有提出他自己的观察 他说最主要卡斯特地貌区的岩石 它是具有可溶石性的 那么流水它垂向溶石的结果 就会造成原有的大片岩石被切割成独立的单元 就是独立的个体的形状 那么溶石作用如果持续在进行的话 就会使得顶部的部分岩层 它会被大量的溶石 那么底部它溶石的状况会比较轻一点 所以最后就会形成了顶部肩底部宽 它的肩顶形状 是 那我们非常谢谢米珍帮我们上了非常详细的地理课 那我们只能说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大家看了真的都非常的赞叹 也有汪友觉得这个应该是自然形成 因为他觉得他看起来比较没有像金字塔一样 这么的有人有角这么尖 所以感觉应该是自然形成的 好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米珍 今天到现场帮我们分析谢谢米珍 谢谢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上海的公安 他们查获了有一名有钱科的男子 他有偷窃的嫌疑 但是调月监视器发现呢 这个画面当中的嫌犯 就是偷窃的这个嫌犯 年纪看起来非常的大 跟嫌犯的年纪实际上感觉好像差了蛮多的 结果后来发现这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呢 他居然是在犯案前 先套上了矽胶的面具来进行易容 而且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矽胶的面具 根本在网路上的电商平台都可以买得到 熟练套上假脸头套 戴上口罩在家底毛毛 这名男子就像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利用简单的易容术溜进社区偷东西 警方十八号接获报案 上海某处社区有四户人家同时遭窃 警方调月监视器看到有一名年长者进入社区后 迟迟没有离开嫌疑重大 不过巡线将人逮捕后 却发现这名有钱科的嫌疑犯才四十多岁 和监视器中苍老的外貌特征并不符合 后来翻开嫌犯行李 除了犯案工具和脏物 竟还有人脸面具 这个嫌疑人在案发之前 事先到小区的相关的点位进行过踩点 并且在作案时携带了两套服装 通过换装的方式 躲避我们这个影像的一个侦查 并且还佩戴了头套 打开大陆电商平台 搜寻矽胶面具 有各种模仿男女明星的假脸道具 甚至还能客制化 一套面具不用新台币一百块就能买得到 只能说犯案手法很有创意 不过还是没逃过警方法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和新华主播 计划